今天要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意 是這個日子很重要的意義 有兩個大男生因為熱愛植栽藝術 加上他們想要推廣在國外聚會 你常常會看到的 送一盆小花 小盆栽的日常美學 他們就跳脫了傳統的花語 用說故事的方式打造他們的小小盆栽 任何故事都可以透過植物來表達 他們希望讓美充滿在每個人的生活中 那個呢 可不可以太像菊花 可不可以太浪漫了一點 穿梭花式尋找各色鮮花 鎖定好目標直奔乾燥花區 樹皮葉材區以及多肉植物區 嗨 我要你的這些 玉串也有 這盤我先拿走 不用…你要放上去是不是 沒有啦 你不是要 對啊嗎 那我們要那麼多啊 熟弱的和各家老闆韓宣節慶前夕 他們跟著花式一起忙碌起來 兩個大男生一位還在大學念書 一位出過唱片演過戲 他們因為對藝術有同一份堅持 選擇用植栽來創作 是他非常喜歡植物 因為一剛開始就是我先做了… 我的作品會放在家裡面 但是我認識他之後呢 他會鼓勵我 就是他非常喜歡做這些 不管是插花 然後種植物養植物 然後我就每一次都看到他家 就是Always都會有非常多的花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本來是帶著一個分享的那種心態 去送給朋友 其實國外很多人都會用這個方式 來做一個見面禮 可是台灣比較少人說 我今天跟誰吃個飯 然後不然送他一束小花 一個送禮的念頭 讓清風和多多的創意想像 有了實踐的地方 小羊他過新年的時候 是在一個比較繽紛的草原上奔草 費心找出擁有自然顏色的乾燥花 搭配手工噴上精漆的小羊模型 他們創作的花藝作品 不刻意強調花語 要重塑大眾對花草的刻板印象 以前要舉花就以為是那種 比如說敗敗一天的 就是他只要知道他叫什麼什麼舉 他會說那不要用表演 其實我們還滿不喜歡 就是用花語來介紹花這個東西 我們都會給這個植物或是這朵花 一個這種花一個特別的生命 就是不太是 不可以給他一個新的詮釋 在每一間作品背後 都會有一個小故事在裡面 而兩人創作的第一件作品 跟情人節很有關係 他的名字叫左心事 就左邊留給我來愛你 然後右邊他是一對情侶 右邊是讓你來陪我 簡單的外表搭配有趣的故事 雖然看不到玫瑰花 也沒有浪漫的粉紅色 卻一樣很肉麻 去體驗吧 享受生活的風格 就是你任何一種style都可以成為你 去享受這個生活的一部分的風格 那有些人可能是選擇聽音樂 有些人是郊遊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用植物 用盆栽然後來享受你的生活這樣子 清風和多多透過跳脫傳統的旨在作品 要分享生活中的美食